好 使用數位板 那我就可以開始 進行拓補 那因為我只要拓補身體所以我只要對 這個部分呢 做一下控制 我所知道我們確定要的線是哪些其實現在就可以抓出來了 好現在你就可以抓到 我確定會要的線就是肩膀一定有 的結構 有三角肌 會接過來 好然後 至於這個胸部這個線要怎麼接待會還要再處理 那腹腔那些結構線我們不見得要很明確的接上 有就可以了 如果很堅持的需要有 腹部的結構線那我們可以在 部線的時候 去做調整 好 大概 這樣子 不好看 再調一下 好 我不需要佈大量的佈線 因為 我們後面還會在 手動的在追加 不過現在如果你能夠用 頭巴拉級做到什麼程度也蠻方便的就直接先做 好 那這個因為 疊在一起所以這塊沒辦法成形 沒關係 不管它 好大概畫到這樣可以了 其實只要一小塊也可以 只是順手能夠畫多一點就畫多一點 按下 按下New object 離開 選我們的模型 好 然後 我們到 Display面板 Freeze 把它冷凍起來 Freeze selection 好 冷凍起來 那這個就選不到 OK 好冷凍以後沒有變灰色的原因是因為 修弗人你的蓋是開著 看一下 還沒有冷凍 Freeze selection OK 好 那這是我的 TOP的片 剛剛已經New object 所以我現在可以按下F4 在這個模式下進行 製作 好 因為我現在是用數位板所以 剛剛是用Ctrl-Auto 兩鍵同按加滑鼠左鍵 再加滑鼠中鍵 可以這樣子入 平常還是Auto加中鍵 好 那然後呢 我就可以進入 回到 Modby面板 進入StateBuild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比較精確的去控制 好 那我也可以用 這個延伸的方式 這樣子啦 一邊拉一邊調整 因為在這裡呢我們已經要進入第一個環形的結構出來 其他的部分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別的地方去做 我 繪子處理 好 Ctrl-Auto兩個一起按著 好 那最後一個呢就按著 回到StateBuild 按Shift 連上 好 所以第一圈手臂的結構出來 那有了這一圈 那有了這一圈 其實在這個地方三角機已經可以接上了 那我現在覺得這一個 Outline有點干擾我的操作 需要把它關掉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必須到Customize Preference裡面 Viewport Selection Preview Highline呢 把Preview的Outline關掉 好 選取的看你要不要關掉 選取的也關掉好了 因為這兩個都關掉的話 他才不會出現 這個外框邊 因為他會造成 他會透視啊 所以會造成我在 看後面的時候的困擾 好 所以像這樣子 我就整出 三角機的 基本的 肩膀這一塊的架構 OK 那其實我們在還有 這裡剛注意一下 應該我也有不小心穿透到內部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 有背面的點好很容易 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按一下Ctrl3掉再按一下 再接一次有時候要這樣檢查一下 是不是跑到內部去 好 OK 那另外有一些線呢 其實我已經知道他必須形成那個結構 所以 你也可以直接 就自己這樣算一下 延伸過來大概會在這裡 肩胸骨的結構線 肩胛骨的結構線 這裡也許太快過來了 我們搬過來一點點 再補兩下 OK 好 可以 像這樣子我慢慢的就可以把一些 我需要的 結構 很快的接上 有的時候換這個 比較快 好 那這邊的面數是不是太大之類的 我們都可以 再調整 因為 像胸腔這邊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細節 我們就可以做調整 好或者像這裡 因為我要銜接要怎麼接 都要在這邊一邊 看一邊的修正 好 那這種 拓譜的動作呢 其實是做 多了 大概都會知道 線條在哪裡 好 但 養成習慣去看別人的 拓譜結構 好 比方說Pinterest上面的一些 自己收集的資料 這邊像現在我就需要做一次 整理 好 然後 看一下這裡要怎麼重整這個地方的架構 還有這個胸腔沒有這麼大所以也會再整理一下 手這個地方我要開始做出 整理線 因為這裡會 線條就要放大了所以會看到出現五芒星 好 又接不到 檢查一下是不是接到背後去了 有 這裡有一塊 看到 按著Ctrl點它把它刪掉 重接 再按F3切回來 好 當你有時候在操作的時候奇怪怎麼拉拉不到 要注意一下很可能發生的是這個狀況 好 OK 那當然同學可能會覺得 呃我用ZRemasure出來就算了也可以 好因為其實我這樣做完的 面數大概就比ZRemasure在少 因為我主要是我可以控制出 我想要的 走向 好 我們複製一份出來給同學看就知道 好 離開 出鍵 離開StateBuild 好那我們可以按一下對稱 Mirror Instance Event OK 那就會形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兩個一起出來 好 一樣在Instance 所以我在這邊做的時候這邊你就會看到他成型的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 線架構 好 線架構我就很好去控制要組成 我想要的組成樣子 比方說胸腔這邊 如果 按著Ctrl把這幾個刪掉再追加一條線進來 如果這個胸腔的結構要很明顯的看得出來的話 那我們會 讓他補一個線 讓他看得到一個這樣子的架構出現 按著Auto把這個 搞錯 刪掉 Auto 刪掉 再刪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不小心點太多下 那邊會有好幾個點 好注意一下 那面的大小其實要適度的分配 剛剛因為用Topology做非常快一下就畫過去面都太大 這時候再回來修正 同時呢也會做準備 跟腋下做銜接的 計算 那這樣應該就看出我做了 什麼樣的操作 123 4 5 6盲 6盲就不加 非常不加 好 這裡就要再檢視一下 因為最多5盲星 像這樣子我這樣接這個地方會形成6盲結構 6盲結構是非常不好的 我們必須 做 處理 所以 整理一下 121234 還是6 也要再想辦法處理一下 那沒關係 如果呢 一時間卡住 比方說我現在 不太確定要怎麼接 換地方 換地方做 待會再回來看 好 呃 我們這種製作的時候從來就不需要 堅持在 某個地方 一直做 我按著Ctrl3面 補點 再接上 因為肚子這邊我把面數 這樣子可能還是太 寬鬆了 補一下 重新微調位置 OK 所以你看到這一邊 那我把它往脖子補上去 這邊呢 要計算一下 這個太過來了 OK OK 往上點 點 點 大概 會先往這個地方做 先處理這個位置 按到save 脖子大概不用到這 脖子大約做到 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下腦袋會大概從這個地方開始做過來 現在大概就可以抓出 等一下要接的面數 好 那臉也是一樣的 臉可以做密一點 但是我往下下來會 減少他的面數的分配 連到後面 有點到後面 好這邊要注意一下 因為就是 剛剛一直強調的 他很可能抓到後頭去 大概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不用再上去 因為剩下是 另外的腦袋要做的 好這邊要開始做一下 分解 因為不然我後面 因為從這裡窄到擴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做了一個 五芒星接Y形 就會做這種動作就是做 擴展 這裡也是一樣 這裡很遠 那但是到這邊應該夠了 距離可以接了 這裡接不上 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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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有一些點點錯位置 點到 應該在這邊點才對 OK 好 那 看到這樣接 這樣接 這樣接 這個地方 這樣這樣會有個三角形 這樣這樣 有個三角形 OK 當然這三角形是整得掉 不過 我們沒有要求 就是之前一直跟頭也講的 我們從來不強調 要完完全全的 完美無缺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呢 得到一個 已經形體開始出來的 model 好 那這個製作上其實 其實只要你熟悉了他的操作其實非常快 好 那注意一下就是你的面的大小 養成一個習慣在固定的習慣的製作的作業大小 因為我一直大概都會以這個大小為標準 然後臉部需要細節的地方會小一點 很不需要細節的地方會比這個大一點 平均來講大概都是這個大小所以最終組合以後 整體大概都會是身體大約在 7000不到 整個人大概不到 1萬的結構 差不多頂多就是1萬 好 那會很好用 因為 加多一點細節 就是到達 次世代需求 減一點細節 那就是手機的需求 TuboSmooth下去 就是動畫的需求 因此 大概是這種概念去做 就會比較好操作 這邊要做一下整理了 1萬 7000 7000 5500 8000 5500 7000 8000 5500 6000 9000 9000 100000 1 8000 9000 1 通常我這個地方留個三角形我是可以接手的 因為復古溝這個地方本來就OK,這樣是可以的 這邊可以開始整理一下結構 到了背後已經可以看到 後方了我就可以直接 直接這樣接,這邊再來一次 因為這樣子比較快 地方包圍中央的概念這樣補過去 這裡比較特別我需要 開始往這個方向彎 臀部的線要在這裡出來 就是會有這個結構下去 然後又回到StateBuild 先補上再說 這裡要開始整理 中心線最後再來修 刪掉這個面 刪掉這個面,這邊再整個看一下 刪掉這個面,這邊再整個看一下 OK 這邊這邊因為有面數的比例問題 所以這裡要再計算一下怎麼接 下去 補三角形 補三角形 這裡有個三角 其實同樣有看到 這裡有個三角 這裡有個三角 其實這樣子是整得掉的 因為 如果這邊各自有個三角形就表示 一定可以拼出一個四方形 大家可以花時間整理一下 不過我現在先很快速的把它 整出來 好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那 Config Viewport Static 我加上Triangle 加上Total 加Selection Apply 所以目前 我這一片 選取的這一片 才 500面 其實乘以2也不過1000 手腳下去 所以這整個人下來 大概 身體大概只會有5000 那 頭大概再花個2000 5到3000 我就會得到一個 進可攻退可守 在目前這個階段 非常好用的 模型 這段路的有點長 我就先到這邊 等一下我會把頭丟過來